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许女士 反不胜反 直接喊出了要自由 一个所爱的举动为什么会让两人闹到离婚的地步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针锋相对 又是什么触动了他们的心弦 你们大人的情感的这种矛盾 最终都是用孩子般的情绪来解决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使劲派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重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徐女士和黄先生 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这几年来我的爱人对我关心很少 特别是在这两次动手术 中午三次住院 需要他改变人的多关心我一点 两个人的呵呵默默地 过好的今后的日子 徐女士的诉求呢 我要自由 不要暴力 他对你的暴力 打嘛 不可以叫讲话 那他所说的 你对他没有关心这一点 就这引起的 因为他的暴力 所以没有对他关心 是的 不敢 黄先生 存在有暴力这个问题吗 我承认 也不止一次两次 他就是说暴力 在我 在上海住院体验 有一次大手术 在你生病的时候发生的 对 暴力的杂金起来 都有原因的 黄先生解释自己的暴力行为 事出有因 令人疑惑的是 明明像老伴所要关心 看上去处于弱势的他 为什么会对老伴动手 展现出强悍的一面 又是怎样的暴力 让徐女士态度强硬地 拒绝关心老伴 坚决要自由 要搞清楚这一切 还得从去年黄先生 突入院时说起 据黄先生回忆 那时他从ICU 九死一生出来 结果老伴 却在他的心里 拖了一盆凉水 在上海动用了大手术 三天我在东东监工师 出来以后 第一天夜里 我这里睡那也不能动 我可能小便吧 他睡着了 我就喊他 再多喊几次 有病号 很怕影响他 这个窗边 有一个可能移不成的 我有那个移不成的 就是往那一胸 也不是发的油 你自己觉得 只是在叫他是吗 对啊 他讲你不是 叫他自己说真话 说实话 讲一下真实的情况 是不是这样的 你扎入影架子 扎我的头吗 我就是为什么 不给他睡一头 影为冤眼 有一次 是那个小叔叔 然为猛 我在病房处 照顾他 他下来 我就给他穿鞋 他就要 就去打我 他的病人 可能要疼吗 难受吗 你说他身体有疼痛 或者不舒服 就会 对 所以这次不敢 靠着他太近 对对 是的 按照刚才黄欣人说法 就是他是扑云无奈 才这样去 想把你弄醒 我不知道他心里 怎么想的 他用这种方式 我可以给他的窗 很近 可以拍一下 可以够得到的 可以够得到 他这么够不到的 你不能讲吗 用这个方法 来搞我吗 用无力来搞吗 所以你是认为 他已经习惯了 用这种粗暴的方式 对待你 是的 拍拍天吗 你做了 你做行 你碰碰他的脚不就好了吗 我都不能动 连这个踩身都不能踩 他在这旁边 在我的旁边 他偷到那 我偷到这 第三天他都住病房 我就到病房找我女儿 我就给我找我女儿讲 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爸拿东西扎我 他一直就没来吗 晚上没有陪护你 你自己有跟他说吗 晚上我还是需要 你照顾照顾我 我拿你去讲了 不讲他都知道 我讲了 反正可以欺负做 他只有人的 我一直住吗 又当天夜的吗 回到病房 就那一天 是的 黄先生在医院 一共住了多少天 那个可能有几天 他在医院 晚上照顾了你几天 我印象中的 那基本上 那都没在那地方 特别是省面的时候 我想到你 我正学了你 心里会更难受的是吧 不是的 就医院上没照顾 讲整话 你中午吃饭 我跑到市场去 给你个子 炖汤 怎么不谈晚上了 白天你觉得 他对你照顾 那算关心你吗 这个也是不关心我 那我也说不过去 可是你内心觉得 还是不够是吗 黄先生在上海 生病住院的那段日子 对于老两口来说 都是非常糟糕的回忆 一个回忆起来是怨 一个回忆起来是累 黄先生无法释怀 自己在生病最需要人 关心照顾的时候 老伴留给他的 却是孤独和无助 老伴在他出院后的态度 更是让他寒心 我出院以后 没几天 他都是到我老家去了 你起码那里 部份的窗前窗后吧 嗯 你这个 过去做饭 少点糖 对吧 你要排骨糖 或者是鱼糖 就是至少在这段时间 稍微精心一点 对啊 我出院以后的 妹给我做过饭 我们的吃饭的 就是他做 他吃他的 我做 我吃我的 别我去吃吃 你跟他锅炖糖啦 阴阳啦 更贪不上 特别这时间 你平常那里 那都无所谓 他出院以后 回到贺费 我老家我只是结婚 几天我就回我老家了嘛 办完事以后 我们就回来了 我家的孙子还小 三个月 那个大的才两周岁 我要来回 跑来跑去带孩子 他过来他在带选择 但是做饭 吃饭 也可以给我做吧 他不做 他做他的 我做过来 他这个人什么情况呢 小时在当上大事 就在叫我们一家 一家人 孩子呀 我呀 就在关注他 就平常给他问肝呀 问姿呀问辣 笑话 我到国家里 我到 我到那个 我们那个神力总医院里 我去理疗 我只有住那 这一次 我做手术 叫做这个善气 去进医院 看我 你否你上那个 做理疗 你都不知道 假的情况吗 儿戏都在上班 我带孩子以前吗 那样 小孩又小 真是你不能动 我难道不去护理你吗 我那么狠吗 作为夫妻两个 不应该忙 你是觉得 他没有到那种 需要有人 时时刻刻 伺候在旁边的时候 他自己都能 到处跑 到处去 徐女士 一脸无奈 自己一个女人 忙里忙外 哪有时间 陪老伴搅起 可在生死边缘 溜了一圈 回来的黄先生 却不这么认为 他需要老伴 多给予关注和照顾 而当这个想法 落空后 他心里挺不是滋味 怨气一点点累积 只有在不久前 他压抑已久的情绪 爆发了 要回来 要回来的 可能让他整治 整治的 那也没分三千人 就穿着这个鞋的 踢他 可能踢他去过来的 我因为有心里 在打他了 我讲了 为什么不脱鞋的 他说我没干脚 我你没干脚 这么打人就有干脚的 你倒要我的事 你这么就没干脚的 在这里的 是是杀人齐的 是干啥 杀事情打的 你说啊 是我想动手的 你想动手的 叫你讲实话 是我动手 打你 是你打我 我从打过人们 男一打账后 也要有贼人 也要有承担 不要是 复佳话 男老婆 我去主动打你吗 我一个女子 主动打你吗 我会打人吗 我会骂人吗 我这两个腿怎么搞的 是老的 到医院看上 你做骗了吗 你们受伤了吗 我就不好意思 给你逮捕奖 你这也说不清了 我承认我有暴力 为什么打人 说实力 我做的不对 我找个账 我是不是打人 是保护我的 今天我向你道歉 我都打进来 看不起我 一次一次 为什么老是这样下去 你不可以讲吗 说来说去 黄先生的偏激举动 是感觉自己被忽视 嫌弃后的情绪爆发 他的这次爆发 在许女士眼里 却是无理取闹 老两口的关系 变得越发糟糕疏离 事实上 黄先生生病住院的事情 只是矛盾的导火索 夫妻俩之间 早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在这个家庭里 一直有两个强者的较量 和平沟通 从来就不容易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好的 我们一起回到节目 他好有点消失啊 就是气 不知道有人气来 从结婚到现在一直这样 就会给你挑刺 有时候我们 我们想狗同一下嘛 不能讲话 一讲话就要激动 一激动就要 听着你来 他个性很强 有时候的 蹬蹬几句 你给他狗大狗同的 你让女人温柔了 我又求他就求他温柔 你讲我讲话难听 我讲几句话难听 你讲了一句 然后我再讲一句 你说找事吗 找事吗 他可以讲话 我不可以讲 他不知道现在 有什么压力 有什么解不开 这几年来 他对孩子 关心 照顾 我是不可否认的 我给几个人口味分手 这有三分 我认为都不错了 对着孩子去了 是这意思吧 对啊 我也不求多 能有个热饭 能干事吃饭 都不错了 真的吗 男人大丈夫 不要讲你那种假话 都讲假话 你到底来干什么呢 不讲什么话 脚鞋和和鞋吗 这个事实 要讲实话 男人大丈夫 以上都是你自己洗的吗 袜子 穿了衣服 一天一换 两天一换 可是你的 你都忘记了吗 都是你洗的吗 你给我买件衣服吗 你穿衣服 你吃的 你搞过吗 我给你受苦吗 都应该做了 女的也是还应该的吗 你做了男人都也管心我吗 你生病你又恢复了 正常来 你还要 就我们大人小孩 鬼鬼让你转 哪有这个精灵 小孩又小 你能走能动 又不是谁要床 要不能动 要讲实话 不要讲瞎话 男人大丈夫 他讲一样锁一样 你讲这讲的 这不是事情吗 平时就不让你擦 你放我没管 你放我没管 好 不擦了 他讲我对他没有三分 就像你从两相讲 我对你几分 小孩第一 你第二 我放到最后 对他是有感情 七分嘛 他时间还不暴力 我对他还是那么满意的 就是你要求太高 就像小孩一样 给小孩一样那么照顾 现在住院哪里 这都是我要求的嘛 你管要求住院这一段 那以上呢 那三十年前都忘完了吗 就摆掉了吗 许女士的意思很明显 这么多年的付出 不是爱是什么 可偏偏黄先生始终觉得 老伴对自己的爱 只有三分 约没有七分那么多 去年生病住院的事 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说白了 现在老伴的心 全在孩子们身上 无暇顾及 提到孩子 老两口的二女儿 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她一直在场下 倾听调解 在她眼里 母亲对父亲的爱 有几分 她又会如何看待 父母之间 这些年的恩恩怨怨 都有点不当吧 就从客观上来讲 我爸爸住院做手术 他那个从IC出来之后 第一天晚上 肯定也不会恢复那么快 就是说用医架来砸着我妈妈 我想应该也不是说很严重吧 这个方式肯定是不对的 我妈妈就觉得很受伤嘛 那后面是如爸爸所讲的 你妈妈对她就没有照顾了吗 那肯定是有照顾的 要不然一个人住院怎么行呢 我爸爸要求是心底的 那种关心呀 体贴呀 我妈妈她性格在这里 她肯定做不到 但是我妈妈的责任和义务 我觉得该做的她也做了 好 在你看来 比如说我妈妈可能就是这样 她对我们也是这样 缺少那种细节的关心 还是她对爸爸的时候才会成现 那不是 对我们兄妹三个人 那肯定是很细心的 我都多大了 都上班了 还给我送衣服啊 为什么在你父亲这边 会缺乏这一点 我觉得他俩的沟通问题 我的小时候 每年他们都会打架 有时候会因为一些小事情 两个人吵着吵着 就只是动手啊 他作为一个男的吧 可能是不是想用武力 动手来想证明一下自己是强者 因为我妈妈太要强了 做事情也很要强 她很想就是 她说什么 别人都按照她的意思来 所以容易引起爸爸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是吗 对 我觉得不管谁对谁错 都不应该动手 以前我爸爸 还是比较能忍耐我妈妈 还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从求生内治手术之后 可能又有一些琐事吧 我爸爸就感觉他不能忍耐了 就是这两年 两个人吃饭的时候 不坐在一起 中间必须要加一个孩子 说话要我在中间传话 吃饭不在一起吃 就是他们各吃各的 两个人就是一个人睡书房 一个人睡卧室 就是家里的都也这样了 感觉没有太大效果 女儿小黄为父母如今的关系感到担忧 继续这样下去显然不是办法 只是老两口似乎还沉浸在过去的相处模式中 更在意自我的感受 而不是对方的 这个意思 我要自由 不要暴力 他叫我讲话 不要一讲就要打 要互相沟通一下 他要是基础就要改变 哪方面 我肯定要改变 我比他改变快 我改讲 他刚才说了 他要你哪方面改变 那我太谢谢你了 以后他不管怎么 讲了我不会再打他 忍了 有时候他个性很强 可是他刚才说 他是有七成的爱呢 七成的爱 那这个老手他都发在我身上里 那你不发吗 一言不合又开吵 显然老两口对彼此还有怨气 一个怪对方的爱不够 一个纠结过去的伤害 在调解团队老师看来 老两口对彼此不满的背后 其实藏着对彼此的需求 读懂对方的情感需求 是他们眼下最需要做的 你发 你家丈夫 在上海住院 你睡着了 他用那个衣架 砸过来也好 或者是想用这个方法 把你叫醒也罢 就是说生病的人啊 他心里特别的焦虑 他非常的渴望最亲的人 来跟他的关心 照顾与呵护 他的脾气 个性从各方面来 你不要把他当作常人 人不在生病的时候 我相信你家丈夫 没有这么多的要求 你今天说我要自由 我非常的理解 这么三十多年来 你为这段婚姻 为这个家庭所有的付出 我觉得你家丈夫是肯定你的 我觉得这个男人 是个有情有爱的 但他表现出来 可能说出来的东西 有时候会比你的情绪熟感染 别总是在指责 抱怨着对方好吧 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 当他要去理疗的时候 当他生病住院的时候 多给点关心 多点耐心 你有时候这个耐心少了一点 你会觉得现在你需要我是吗 我偏不之后你 刚才你说的一句话 你说 你对他有七分的情感 如果他不暴力的时候 我对他是有爱的 姥姥姥姥 相互的联系 相互的珍惜 这点真的优维重要 观察人廖喜玉建议许女士 把对老伴七分的爱表达出来 在老伴需要关心的时候 多一点耐心和包容 少些埋怨 无论是许女士还是黄先生 都需要用一个成熟的态度 来对待婚姻生活 不要动不动赌气 你们大人的情感的这种矛盾 最终都是用孩子般的情绪来解决 比如说 在医院黄先生要叫许女士 虽然你有你的理由 你说叫不醒她 然后你就用这个衣架什么扔过去 看起来有理由 但是你这个还是孩子般的 你是带了怨气的 如果你是平静做这件事的话 你绝对不会是把衣服架子扔过去 你可以用衣服架子敲他的脚也可以 而我们的许女士 其实对待你们这些问题 他也是狠孩子气满的 我惹不起你 我躲不起你 你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干脆我要自由 更不愿意照顾你 我更不愿意去关心你 这就是一种过于尊重自我的一种表现 如果你能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能够尊重对方的优点也好 缺点也好 能尊重的话 其实不会那么强势 宽容度会更高 而黄先生其实你也一样 你对他 你也是过于强调自我的感受 你对我关心不够 但实际上许女士对你还有很多做出了 切切实实的关心的事的 什么洗袜子洗衣服 难道这不是关心吗 所以为什么许女士会说你 你的要求太过了 就是因为你对许女士对你的付出 也缺乏尊重 你太尊重自我的感受了 哎呀你一定要对我虚寒问暖 你一定要那种感 让我男人感受到妻子的那种温柔 是好的想法 但是你不能因此而去怨责对方 你也要尊重对方的个性 许女士她的个性是比较直来直去的 所以说你对许女士也有怨气 另外一个 这个黄先生我必须要跟你说 夫妻之间的情感关系 跟父母对孩子的情感关系 是不一样的 对孩子的情感关系 是至上而下的 夫妻感情关系是 相互交错的平行世界 是相互的 你对许女士如果说能真正 也能够做到虚寒问暖 关心体贴的话 我相信许女士也不会对你这么声音 同样的许女士 如果说你能多一点温柔 给黄先生的话 黄先生我相信 他绝对不可能暴力相加 更多地去尊重对方的个性 用一颗宽容平和的心来对待对方 我觉得这才是你们的 婚姻危机的突围之路 你们两个人 其实都互相有强的那一面 黄先生 你需要妻子去满足你的时候 当他没有顺着你的时候 你对他有一个压制的东西 当你强制压制他的时候 他就强力反抗 你们两个人有强 然后今天的这一步呢 就感觉到你们两个 关系比较冷漠 你们俩现在怎么说话呢 传话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 隔一个孩子 但是我在强和冷漠的背后 我都看到了 其实你们两个人背后 都是有需要的 那种需要就是希望对方能够在乎 而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把这部分表达出来 先对黄先生说一下 你在生病的时候 你希望他能够现在心理上能够理解你 然后呢能够关心你 问题是 在之前的三十七年 你有多少理解和关心过他吗 你希望他对你温柔 但是你对他温柔了吗 而不是说我自己心里难受了 我身体难受了 然后我把这部分难受 我把它宣泄出来 我也让你难受 我用那个衣服架子打他 用毛巾去丢他 甚至可能用语言去跟他吵 徐女士 你的丈夫觉得他生病了 但是你对他并不是太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心里面 带着多年来对他的那种怨气 甚至是愤怒 当你心里面带着怨气和愤怒 去对着眼前人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对他有多好呢 所以这个黄先生 确实也没有感受到 你对他有那么好 这也是正常 你们两个人是互有怨气 而这种怨气 第一个你们可能没有感受到 你跟你们两个人互相 也没有在乎到对方的东西 就是你们两个人今后在相处当中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第一个能够需要真诚 包括黄先生 刚刚你对他家暴的时候 道了一个歉 但是我感觉到那种道歉 好像有点牵强 不是那么真诚 所以你看 这个徐女士她没有什么表示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今后的相处是需要真诚 而不是辩驳 需要温暖 而不是互相指责 只有这样的话 你们两个人才会越来越好 两位 生活里面的事情避免不了 冲突避免不了 难受避免不了 虽然是情绪也避免不了 可是它有不同的选择 就是我怎么表达这一些 那两位想一想 对方是有些地方很讨厌 对方是有些地方不如我意 但是注意 总有哪个年龄段 哪一年开始 对方开始启程离开 那你还舍得去 有那些东西相互打击呢 还不容易有那些 麻烦事相互调侃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他做什么 无伤大雅 一笑两只 那会那么认真去计较吗 我觉得到了一定的严厉 咱们就是弄明白 我是谁 他是谁 是不是相处 会变得容易一点 轻松一点 就被他占点便宜来 就被他气一下来 能在一块 万分珍惜 那每天都是特别美好 简直就是上天 赠予我们的奢侈的礼物 所以两位 你们的事情 再大 也就是那么大 但是所有的事情里面 藏着的 就是流动的越来越快的 时间的河流 我们得看到它 收起多多逼人的姿态 多向对方展现柔软的一面 懂得珍惜 找回温暖 是老两口 未来相处的方向 顺着这思路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密室里 观察员廖喜玉 首先提到了 徐女士开场的诉求 今天你的诉求是说 我要自由 你的自由 我理解 就是说 他不能说服你 对不对 我们人在交流中 我要一个件事嘛 他能讲 我要讲 我再讲就不行 他都激动要打 不是 我老是在讲 他就想 有什么人嘛 大男主义 我这发表我的意见 然后 他下面都不要讲了 我希望不要感受我 徐女士抱怨 老伴这大男子主义 让她是爱在心口难开 但黄先生认为 是妻子学不会柔情似水 没奈何 自己动了拳头 他因为口吹鱼 你给他沟通 但是用拳头沟通就更好 对对 这不对 这出事不得 对吧 我知道是吧 个别逼得受不了了 是不是 但我这个意思 就是哪怕是个别 我们也不要有 男人呢 比如说你在他的气头上的时候 你没有必要去跟他 去变得讲道理 你可以过一段时间 再去跟他讲 我希望你要换一个角度 换一种眼界来看待他的缺点 这个意思 就不要总是 他还在生这个气 堵这个气 堵这个又难过 然后一旦吵起来的话 又要动手 杜绝暴力 学会包容 是观察员陈兴东 给予黄先生的建议 对于他的建议 黄先生欣然接受 但此刻的他 还有些纠结 那一大几次大手术 再一次的缺手术 大手术的人 我都不在意 没在意 他帮我打他 如果说你是叫醒着他 那么他有点不高兴 他觉得你是有点打他的方式 我是觉得 作为你来讲的话 虽然你是个病人 但是做人呢 有的时候 我们也要换位思考 其实你可以说 老婆对不起 我实在是没办法 我也要叫你 带我去上个社室 对吧 如果你这样说一句话的话 我相信他也不会说你打他 对这个事欠缺 先生也不想那个气 也不想要读这个气 黄先生表示 不读气了 愿意改变 当然改变不仅黄先生需要 许女士同样需要 收敛脾气 让老伴感受到更多的爱 是他要做的第一步 你们两个人相互 都是爱着对方的 我能感受得到 他也爱你 你也爱他 但是你们两个人 就是这个沟通 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就要智慧 就是说以后夫妻之间 谈开心扉 心平气和的交流 改变以前 他说了 你说你再说 他就发毛 改变这个症状 改变这个状态 到了星期六星期间 这两天 你的时间疼出来 老公 我们俩牵着手 逛公园啊 边走边谈一谈 密室调解到这儿 可以说是很顺利 此刻我们都期待着 老两口能够放下 过去的不痛快 不再赌气 重新牵手 找回默契 为这个家 注入温暖 欢迎回到江西 卫视镜牌条件 我们回到节目现场 好 密室结束了啊 两位 可以说一说 自己现在心里 想说的话 我们两个人 好像是不开无垠了 今后的 我有情况改变 情况的 体谅地方 老婆 现在这个 人员的话里 我也表达我 没有表达我 这是今天 人家第一次 成功你老婆 实际上 出门内心的人 你也就是我的老婆 你因为家庭 这几十年来的 出事 心情苦苦的 没想复不出 虽然如果 预言的 表达不出来的 但是我心里 都在记住 有点问题 我感觉我来的 从内心的人 不是大问题 从内心的人 也很愿意 谢谢你啊 对不起啊 没找到房间 以后多 多照顾不照顾 对不起 这不客气 少说的好 多说的好听话 咱们心里 都在一块 都在一起的 我挺感动的 正常的夫妻 就应该是这样吧 只要你们两个人 都好好的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有什么事情 好好沟通 有什么需要 我们解决的 我们也尽力解决 谢谢女儿 请您放心 不要为我们两个人 担心 我们一家 还是和谐的 幸福的 家和才万事心 你们有时间呢 都出去走走 互相照顾 就是当时 你们重新再谈一次恋爱 接受 那你们俩就表示一下吧 我来表示一下 我再一次 对不起老公 多原谅我一下 这没有事 没有这个大不了事 如果再发生整治理事 我就忘了 绝不能忘了 再一次撬截 我要为这个家庭 做活表会 那就最后讲两句话了 来到老年 生活不仅是保温杯里面的枸杞 还有不断变化的自己和对方 所以每一天都是新的 不要觉得 这个年龄的最后阶段 所以就越来越随便 不是 而是第二次成长 重新去享受情感 包括爱情 还有生活 祝福你们啊 谢谢老师 好 不客气啊 调解结束了 老两口从之前的争锋相对 到现在的微笑相拥 他们启程回家后 我们收到了女儿小黄 这样一条信息 但愿老两口 能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默契 都能放下墙的那面 基于身边爱人温柔 就像那句经典歌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